你叫什麼名字 淮靜 你家先祖 可有一位名為淮溪 我也不知道 我記得淮溪 根本沒有娶妻生子 哪裡來的後人 淮溪有位兄長 從西嶺千居有雄 同夫人育有三子 何況他身上的污之血 雖然已經稀薄的形同不存 但仍然可以感覺得到 長得一點也不像 連淮溪一半的好看都沒有 苟活的西嶺人 不是更該死 不必 既然這樣 就先饒了他吧 另一個 我來殺掉 別 請你們放過我二弟 二弟 他也是淮家人 他 他是我爹娘的養子 我的異弟 我們從小一起長大 就跟七兄弟一樣 救救你們放過他吧 大人饒命 我絕對不敢再冒犯了 起來 你們兩個 仔細說一說這人間的事 多謝大人 多謝大人 這個人怎麼還沒死 剛醒過來 手腳就是不好用 後來 那怪物就把我 把我 你走吧 要是有機會 我幫你報仇 下輩子投胎 做點好事 這 他的意思是 墓裡的死人活過來了 是嗎 真有死後重生這樣的事 不都只是嚇唬人的嗎 不管怎樣 我們得儘快去附近的城鎮通知官府 請他們貼出告示 令民眾加倍小心 事不宜遲 走 我 烏照 這個名字 我曾經聽過 這人是誰 靜雲的朋友 也是 被他佔首的罪人 那不是嚴兄嗎 正好 師兄的朋友 他是楊平的補頭 報告之事 我與他說一聲 你們先去客棧投訴好了 要三間上訪 好嘞 這就去給您準備 好 好 好 听说这两日夜里能看到流星 我怎么没见着 北诺 你也睡不着吗 我一躺下 就觉得脑子里塞满了东西 还在想古墓的事 是 也不是 没想到有一天 能碰上这样的奇遇 虽然误入了别人的墓里 有些愧疚 但所见所闻 确实很让人振奋 大概就像老师说过的那样 我们看古墓 其实是想看到过去 哪怕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这次回去 我真的有好多话要和学会里的人讲 我 我不该只顾着说自己的 你当初 怎么会对这些有兴趣 也没怎么 从小就喜欢想东西 一开始只是想想眼前的 后来长大了 就想出去看看更多的人和事 不只是街坊邻里 也不只是我住过的城 许多东西 术本上不一定会有 我要亲眼去瞧一瞧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 这样有些奇怪吧 哪里奇怪 挺好的 我也喜欢好看的衣服 漂亮的首饰 可我更喜欢和老师 师兄他们待在一块 一起跑东跑西 就算弄得脏兮兮的 也无所谓 老师常说 不同的人看历史 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所以绝对不能尽信书 那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 我觉得 大概是浩大的时光和梦想 怎么说 你可别笑 其实以我的见识 还不能很好地达上来 至少要再等二十年吧 只不过 在我心里 也会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想法 我又不是你老师 私底下说说 哪要顾及那么多 要是老师在场 我可不敢随便说 怕被他教训管中亏天 你知道 除了净神拜佛 还有什么是人们特别崇拜的吗 是祖先 耕种田地 烹饪食物 制作器具 所有这些 让我们活下去的记忆 都是从祖先那里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连治理国家的法子 也是一样 越是知道天地之大 越是明白人之渺小 所以 更会觉得祖先 真是很了不起 当然 那个时候 一定也有我们 不知道的辉煌吧 很多都已经被埋没了 每一个千年 确实是了不起 所以 你们想要重现那些 做不到的 永远都不能知道 真正的过去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只是尽可能地 寻找一点点痕迹 北罗 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时候的人抬起头来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也是同一片星空吗 静云 为什么要杀五爪 从那座墓里出来后 你似乎一直心神不宁 那个时候 静云满身是血地 来到白孟泽 一个人在水边 做了整夜 后来他跟我说 乌赵杀了太多的人 已经疯了 倘若乌赵不死 世间必有大乱 轩云丘 也将就此覆灭 当时 很多话我都是一知半解 但我也明白 看了头 就是死了 静云实在难过 她后悔了 不 她不会后悔 她定下了什么方向 便只会一望无前 也对 她都说了 鬼神皆斩 乌赵 很厉害吗 不只是她义龄 她所在的西陵 也很强 西陵 是义族 不错 姬轩云出身有熊 她所建立的轩云丘 却并非只有有熊 而是并入了其他许多大小部族 西陵正是其中之一 这些部族 大多都还保有自己的名字 和生活习惯 有一些并未全族迁写至悬缘丘 西陵即使在那么多的部族中 也是极为显眼的 他们的冶炼术十分出色 还有一个识人敬畏的乌之堂 传说那里的乌 和其他部族凤神的乌 截然不同 他们只信自己 只相信纯然的力量 而乌赵 便是其中最强的一位 那我们侮辱的 就是乌赵的木了 他活了过来 又能干吗 找死人报仇吗 我的确是有些心神不定 也没什么道理 反正我这个人 从小到大都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最近小心着点 总没错 北洛 我想起来了 你快跟我说说 你们为什么会知道静腰啊 轩缘丘啊那些事情 我要是说了 你岂不是又得想得睡不着觉 你就随便说说嘛 然后我一定去睡觉 真的吗 太生气了 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事 我开始过去学习了 我一直在学习 早安 好像也不早了 你后来睡着觉了 我是睡得有点少 但一点都不困 精神反倒特别好 说起来师兄还没起床 是不是这几天实在太累了 怎么没见那只黄金飞天鼠呢 它叫袁天士 还在屋里睡着 再说进了市镇 总不好随便出现 对啊 万一遇到坏人就糟了 袁天士 士子的士吗 一定是吧 这名字简直太可爱了 我们今天能去拜访那位葛先生吗 我刚刚问过他的随从 葛先生这几天 睡着的时候特别多 通常要午后才醒来 不过大夫又说 没什么大碍 多休息休息也好 那等他有空了 我再过去 嗯 对了 每回来杨平 我都会去黄帝灵拜一拜 你和云无月 你们要一起来走走吗 行啊 我先过来 行啊 好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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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去 我先去 你 我先去 你 我先去 我先去 你 我先去 你 我先去 四位大人 我又拿了些银钱过来 您看着什么顺眼 尽管买一下 如今好玩的东西 可比从前多多了 怎么了 是岑英那个丫头 那又是谁 四位大人 我听说 您和鬼师要找 轩辕皇帝的后人 下次再敢偷听我们说话 我杀了你 是 不敢了 接着说 那个女的 他们岑家 据说就是皇帝后人 当真 岑家百代相传 应该不会拿这种事说笑 这可有意思了 北洛 我想去那边看看 有墓里的那种花 之前不太方便 都没有带一朵回来 想去就去 左右只是闲逛 出门就是会遇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还是在七下的时候开心 等天路程的事了结 就可以回去了 你不留在魔狱 你不是辟邪的王吗 那又怎样 玄歌对我应该也没太多期望吧 不过是要帮天路程度过难关 他有两个孩子 等过些年长大了 让霓裳挑个适合的继位 我嘛 等上十年二十年 总要回来人界的 我还等着给老师和师娘 养老送终呢 你这一生 都不打算真正觉醒辟邪的力量了 我是一个人啊 我要那玩意儿做什么 这里不是魔狱 人界有人界的法则 岑英 你说 我是让你摔死好呢 还是让你就这么扶着 被万剑穿心 我可不能让你去妨碍思维大人 我可不可以 斗符 欺击 滚开 啊 天吾玥 眼眉 你的声音呢 做我的对手 你不配 你 若是你妖力强大 疑惑我仍在昨日 可惜 快走 想办法救小岑 带他离开 那只辟邪是你什么人 即便伤到这样 也要拖住我们 至少令人静奔 去带两个人过来 是 五丈 这回 你太莽撞了 我 永远 永远 老大 老大 你不是 人生 岑莺 北洛 来 把伤药咽下去 觉得哪里不舒服 还好 没有哪里特别疼 都是轻伤吧 只不过有些头晕 别担心 老师总说我撞得像头牛 我不会有事的 这是 哪儿 也许已经不在人间 得探查一番 还记得之前的事吗 嗯 我在湖边的时候 有个女孩子忽然出现 她说她叫思薇 来杀我 云吾月和她打了起来 然后 我应该是昏过去了 云吾月呢 我们要先离开这里 然后去找她 那 现在就走 我感觉好多了 再休息两三个时辰 我来生活会暖和一些 可是 欲速则不达 依你现在的状况 着急行动的话 一刻之内还是得停下 好 我知道了 那我躺一会儿 争取多恢复点体力 我去找她 你只管跟上 遇到魔怪不用出手 我来应付 你休息一下 我去周围看看 前面有房子 不急着过去 都怪我没用 本以为自己的体力 算是不错 看样子 平时还是锻炼的少了 是因为思维的法术 阴气重 对身体有随 一个时辰内 若有嫡妻 我能感应得到 谢谢 北洛 游月 你在哪里 现在怎么样 性命无碍 你受了重伤 有些麻烦 暂时不能动武 也不能化形 什么样的伤药管用 寻常伤药对我来说 效用有限 好在如今身处魔狱 父亲长有孤芒草 开着黑色花朵的那种 你帮我摘五六珠来 这里真是魔狱 是 魔狱本就拥有 无数的大小空间 此地应当也是其中一处 你稍等 我马上去摘孤芒草 有东西跟着你们 我知道 之所以停下 也是想看看 会不会有什么动静 万事小心 这些够猛 不够我再去踩 可以了 可怕吗 不 你要快点好起来 嗯 云巫月来了 在哪儿 她受了伤 暂时不会现身 是为了救我吗 走吧 去看看前面那些 到底是什么 魔狱的建筑 和人界的有这么像吗 倘若这原本便是 人界之物 也就说得通了 云巫月 你好些了吗 嗯 谢谢你和北洛之前救我 本事应该 我知道 光说谢谢没什么用 你们也不是 贤恩图报的人 不过 我还是很想有机会 能报答这份大案 行了 这不正要麻烦 你们博物学会吗 要是能帮上忙就好了 那云巫月 你说的这本来就是人间的建筑 是怎么回事啊 这里是鼎湖 古代的鼎湖 原本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细想沿路所见 应是无物 古代的鼎湖 难道 我们还在人界 不 既然个体之力也足以裂开空间 那么天地自然 更是拥有无穷大的威能 倘若在过去的几千年间 曾经发生过什么 令古顶湖整个从空间裂缝 掉落至魔域 也并非绝无可能 倒是合理 这 太不可思议了 古时候的鼎湖 那这些宫殿模样的是 轩辕皇帝灵 皇帝灵 难怪 难怪都说皇帝葬于鼎湖 可从来没有更确切地记载了 我的祖先 我们走近看看 走近看看可以吗 有东西过来 古考会 他们 怎么这样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不能说话了吗 静云 静云 他不是死了吗 人情 他不是 儿子 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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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6 6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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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你 怎么捏碎了 什么都看不见了 已经没用了 他们受伤极重 命不久矣 盲治也活不了多久 我早就说过吧 吴赵 就算你取出他们的眼珠子 在头颅里重入盲痣 那也还是一群废物 又傻又愁 连探查的活都干不好 那么下回有你去 不不不 空间裂缝那种地方 我可不是辟邪 你故意让我有去无回吗 吴赵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下回 再也不敢这么鲁莽了 我只是 想报仇 一时忍不住 不要不理我 你不知道 我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 好害怕 脑子里面很乱 就迷迷糊糊地到处走 后来我的梳子还掉了 被那些人捡去 当成他们自己的东西 这天底下的人都坏透了 可是 我们又能回哪儿去呢 西凌已经不在了 雷族 怀夕 统统不在了 我只剩下你一个情人 别丢下我 武装 怎么可能丢下你 只是你我力量为负 倘若行事不当 反舍其身 再者 西年轩辕秋人丁兴旺 几千年后 皇帝后人又何止千万 剑一个杀一个 你打算杀到何时 那要怎么办 难道不是杀一个算一个吗 难道我们的仇 就不报了 仇当然得报 所以 杀一人无益 鸡轩辕要人族兴盛 我就偏偏令他们沦落魔狱 你是说 天心静遥 若非如此 你我也不会醒来 正好趁此机会 看一看乌之国的那个传说 是不是真的 水质 只是看起来像吧 从眼眶里爬出来的 多半和这些人的异变脱不了关系 或许同乌赵有关 怎么说 我们进来这个空间 古考会的人随即出现 这未免太过巧合 先前 乌赵抓住了他们的头目 若是由他出手 也不无可能 乌之堂 本就拥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书 所以乌赵也跟来了 还是先派了几个人过来探查 他们怎么进到这儿的 和我一样 辟开空间的能力虽然罕见 但如果空间裂缝已经形成 那么在它完全消失前 设法于同一处造成更小的裂口 却是可以做到 那刚才的光又是什么 简直气势惊人 一瞬间全身都像被冻住了一样 大约是静云留下的力量 旁边这座陪林是他的墓吧 静云 我好像在古籍里看过这个名字 是皇帝的臣子吗 嗯 我 我要赶快把这周围的样子画下来 以后有机会拿给师兄他们看 还要去临前跪拜一下 远远的 不打扰里面的人 若是遗骸 这其中 大概也只有姬轩远的 另一侧的裴林 应当葬着他的妻子雷祖 雷祖当初战死西陵 尸骨就留在了那儿 而静云 则是片骨无存 这样 和后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难怪老师总说那个时代是特别的 任何神奇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特别 神话和历史的界限十分模糊 虽然留下了记载 可是太过于众说纷纭 更像是传说里的故事 那个时候的帝王和后世的不一样 被认为在于人神之间 所谓隔于上下 就是说他们可以沟通天地 天是指天上的神仙 地就是大地上的凡人 有些典籍也记录了天降神谕 然后人们遵照去做 遵照 我要是那个时候的王 可不想和高高在上的神仙 有什么往来 一族是一族断 养人鼻息 朝夕克亡 你这么说 也不是没道理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声音 岑英 你待在这儿 不要走远 好 我知道的 太岁 什么 静云的配件 太岁 难怪刚才 这把剑上 大概也留有静云的意念 你可以把它取出来 毕竟你身上 有着避邪的血 什么意思 太岁在第二次铸造时 融入了避邪骨鞋 非人可遇 静云说过 若他死后 无人能再驾驭这柄剑 便将他送去天鹿城 我也没想到 会在此处再见 非人可遇 那他 静云曾经落入魔狱 在那里遇到了辟邪 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接受了避邪的力量 那再少个人这样做 岂不是也能成为太岁的主人 避邪之力 并非常人可以接纳 须得体质特异 且拥有对人族而言 极其强横的精神与肉体 即便如此 静云在那之后 因为身体的巨大负担 也注定比旁人早亡 静云 是因为这样故事的 不 他是战死的 当时有魔族入侵人间 战斗很惨烈 世纯轩原皇帝 通魔帝赤友 于诸禄一决生死 从此天下大定 但其实在那之前的几年 人间就已经有了魔族的身影 之前遇到的静 原本也是魔狱之妖 他们天生具有 穿越空间的异能 所以才有了破镜之战 太岁 我听说太岁 是一柄有灵性的剑 甚至会让人觉得 他有自己的意志 既然只有你可以 听到那个声音 那么就是他选择了你 这个又是 以昆仑玉打造的指环 注入了辟邪之力 能够令静云更好的驾驭太岁 你大概是用不上的 我 北洛 云屋月 你们快来看 空间裂口 我刚把纸笔收起来 它就忽然出现了 我 以昆仑玉 我感觉不到对面的气息 你呢 一样 我还没太明白 这空间能力要怎么使唤 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找路去天路城 再从那儿绕回人间 恐怕很难 魔域的许多空间相隔遥远 甚至并无通路 既然一时间也没什么更好的出路 那要不 进去试试 这是 杨萍 真的是杨萍 我们回来了 街上怎么这样冷情 是因为起雾吗 先回客栈 师兄一定担心死了 不对 我不会离开太原 你们可以照常行事 但要小心 总觉得又要出事了 小姑娘 你做什么 咱们客栈这几日被贵人包了 不能随便出入 那我师兄还在里面 还有一位姓葛的长辈 肯定走了吧 为了把地儿疼出来 所有的客人最实在前天都离开了 前天 你没记错吧 没啊 那天不是白鹿吗 我记得可劳了 白鹿 不对 白鹿已经过去七八天了 小姑娘 你这日子过得可是糊涂呀 伙计说得没错 贝勒 你瞧 太奇怪了 我们在摩狱 明明只待了一天不到 这针怎么不动了 我们真的在阳瓶 或者说 还是当初那个阳瓶 就说摩狱哪有这么好心 直接给人一条大路 那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难不成 时间倒流了 再四处走走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古怪 你身上的食物和水 过几天的量 水 我之前在鼎湖的时候 又装了一些 省着点五六天总没问题 还有这个 博物学会最新研究出来的 吃一块管宝一天的小饼 是上回去淮安分会时 那边的会长送给我的 剩下的能撑七八天 就是味道不太好 你要分点吗 不用 你省着吃 我喝云无月 十天半月不吃不喝也无所谓 可惜这种小饼 没办法做出很多 就算在学会里也是个稀罕物 不然能拿它救多少人呀 于小娘子 你上回卖给我的几条帕子 绣得可真好 那上面的花跟活了一样 什么时候再给我一些呀 这个月应该还有两条 那行 好了的话 你尽快来张家跟我招呼一声 我知道了 奇怪 之前闲逛时经过这家 那姑娘说她不再绣花了 城郊有大雾 被什么东西挡住一样 没法过去 师兄 葛先生和她的随从 还有黄金飞天署都不见了 明明白鹿已经过去七八天 伙计却告诉我前天是白鹿 还有 瑜伽那个姑娘说不再绣花了 转眼又卖帕子给别人 好多奇奇怪怪的事 不如去瑜伽再探查看看 要不我跑趟客栈 或许还有什么线索留下 一桩一桩事来 大不了晚点再一起去客栈 请问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吗 怎么回事 没人 要是出去了 干嘛不把门锁上 不把门锁上 不可能 幻觉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我们跌入了幻境 虽然不是真实 但也不是寻常所说的幻境 如果我料想得不错 这里应该属于某个人的意识 意识 想法 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我曾经遇到过 完全其身在这里的种族 他们把这里叫做 前陵境 而前陵境中 经常会出现梦境 你的意思是 有人在做梦 而我们莫名其妙跑到了这家伙的梦里 我甚至怀疑 不只是一个人的梦 等等等等 如果进到了别人的梦里 那我们自己又变成什么样了 身体还在吗 还是跟换了离魂症一样 我们也在做梦 可是 我觉得自己很清醒 那是不是等睡醒了 就会离开这儿 发觉还在鼎湖 总不会鼎湖 也是一个梦吧 在鼎湖我没有感到异常 进入杨平之后 曾隐约觉得有些不对 所以我想跟着那只燕子 寻找线索 可惜它后来消失了 不过在这里待得越久 梦感受到的就越多 到了刚才那扇门前 我几乎可以确定 我们身处梦中 谁能把我们带进来 无法断定 这里非常起义 梦中的事物 通常千变万化 转瞬即逝 而眼前的梦 却超乎寻常的稳定 已经形成了狱 我还从未见过 这样鲜明的狱 狱主 也就是做梦者 她的精神力 可能极度强大 亦会有其他外力 维持住了整个狱 但无论如何 既然有异常之处 我们恐怕不会自然行转 就是说 被困在这儿了 待我伤势完全恢复 应该能带你们一起脱身 在那之前 只能寄望于其他线索 既然这样 你和岑英 要不要找个安全点的地方休息 刚才那支驼队 我想跟去看看 不知道是假的 还是跟我们一样的倒霉鬼 一起去 潜灵境中耗去的是精神力 即便静止不动 也难以减少太多消耗 何况对我而言 在这里 伤势的愈合已经快了许多 你别勉强就行 这些都是假的吗 不是假的 小心你这 听说魔不一定会有身体 也有一些魔能让精神脱离身体 或是在两者之间随意转换 所以 只要是精神 就可以出入别人的意识 人在清醒的时候 潜灵境对于外力的侵入 会十分抗拒 做梦时则略有松心 且魔的力量迥异 并非每一种都能进入潜灵境 妖族和人族中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就更少了 若无特殊情形 也只有已经成为玉的梦境 才能让别人在其中停留一段时间 照这么说 这个梦里其他的人 岂不就危险了 万一这些魔也袭击他们 再次 看 这个人的梦里有娇人 不晓得他们会不会理我一下 要不 你试试 喂 晚上好 看我了 看我了 我有那么可怕吗 怎么都走了 我们尚不去月亮 先在这里等 等什么 周围有净灵族的气息 或许正是那支驼队 如果的确是他们 总会在此先身的 这些人什么来头 我说过的 屈身于乾灵境的一族 灭身济灵 是上古时的修炼之法 专注于锻炼人的精神 寻此法者 终将彻底舍弃肉身 只以精神的模样存在 这天底下 真是无其不有 就像老师说的 古人有很多地方 比我们还要厉害呢 贝洛 我有个叔叔 然后 他比我大不了几岁 我们感情特别好 还是他把我领进了 博物学会 小叔叔在学会里 研究的就是空间 他一直说 看不见的东西 不代表不存在 这个世上 一定还有许多未知的地方 需要穿越空间的方法 才能进入 四年前的一个大雾天 他说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忽然就离开了 他 是不是你爷爷说的 那个 青岩 爷爷跟你提过 只说了名字 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就这么一猜罢了 全家上下 爷爷对我和小叔叔最好 虽然从那以后 小叔叔就一点消息都没了 可我总觉得 他还好好的 也许已经到了 旁人没法想象的地方 遇见你们之后 我甚至想过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 会不会在哪里 就见到他了 至少 有他留下的一点痕迹 我是不是 在胡思乱想 这种事可不一定 听起来不着调 没准哪一天就来了 你当初知道 会遇上我们 谢谢你 北洛 我也是这么觉得 从顶湖开始 你的妖力和剑术 变得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法 妖力增进了许多 似乎一时间 打破了某种禁锢 至于剑术 不是你原先所用 也不是天路城的 有什么不妥吗 我只是觉得 你初学天路城的剑术 是否应当先完全参透 我为什么要一百一眼 去学那玩意儿 你说过 空同山的仙人 曾经称赞晋云 见可灭万法 那个仙人 就是广成子吧 庄子李提到过 皇帝去空同山 找他求先问道 的确是广成子 既然仙人 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加上你也称赞过晋云 那晋云 想必是有真本事的 他留下了给天路城的剑法 可他是宗师之间 于他而言 用什么兵器并不重要 只不过刚好选择了用剑 剑法也好 刀法也好 世上怎么会有方法这玩意儿 因为除了传承之外 还要用他们去指点 不同方法的那些人 但真正的宗师 却不会拘泥于任何已成之法 而是从心所欲 一元就放 所以 靳云做的 我做不得 你说的没错 是我幼于成剑了 不过 你怎么会忽然想到这样 因为之前想得太简单了吧 我知道你和玄阁有约定 也知道你是个死脑袭 但我还是想问问 如果有一天再遇上危险 甚至危及我的性命 你能不能不要管我 自己离开 我不能答应你 果然是这样 那我更要跨出这一步 我以为 即使只用老师教我的剑术 即使不能使用太多妖力 也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每回都是有惊无险 更让我觉得自己才是对的 玄阁的安排 惹人厌烦 但是 如果没有你 我大概已经化成灰了 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还要拖累别人 我是有多骄傲 多情高 现在想起来 只觉得可笑 所以 等着我下回护住你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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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眼妹 为何要同这种妖物混在一处 你们这种偷偷摸摸动手的 血有脸面只叫别人 你知道些什么 眼妹 当初杀了多少寄灵族 我的好友 我的妹妹都 住手 你敢 既然不过一切偷袭 不就已经是生死自负吗 是你先进到这个梦里 难道最近的古怪不是你搞的鬼 我们只是误入 一只眼妹 叫人如何相信 这是 怎么了 你们未免太过莽撞 言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魔族来袭了 这些乱雷可以阻挡他们一阵 不许还会有更强的敌人出现 开轻轻 让我们一步守住摇曳外 我说 你们找人帮忙的法子 会不会太别出心裁了点 刚才确实是你 请你原来 我叫风力霜 是纪灵族的族长 我保证 族中绝不会再做出 无故冒犯之事 更多时 可以 等到一些 去得再探 ��了 先去收断 这个 真正 扶 做 这 此 热魔 小心一些 这个比之前遇到的都要厉害 热魔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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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几位不计前嫌 只是 有人想用灵力唤醒我们 是不是又有什么不好的事了 我们几个的身体还在顶湖 是好是歹有机会都必须出去 否则只会更糟 我可以和这股灵力理应外合 暂且别过 我们或许还会再来 醒了 醒了 师弟 我就说本门的法术 还是有用的吧 我们醒过来了 美 美人姐姐 不枉费我辛辛苦苦护法 还得帮着驱赶周围的怪物 那就多谢了 不过你们是谁 在下长城 这位是我的师兄灵星剑 我们都是新宫陈仪社的内门弟子 新宫陈仪社 庐山上霄风的那个 对对对 你也听过我派大名 我只是在博物学会里看过记载 据说新宫陈仪社的内门弟子 都是厉害的阴阳家 你是博物学会的人哪 我跟你讲 师兄 正是要紧 其实是这样的 前些日子 我梦见心坠于野 欲赶有大灾将士 于是下山寻找止灾之法 卦象告诉我 破局之机就在此地 想必便是你们了 详细情形 不如等离开以后 寻个地方细说 太好了 你知道怎么离开这儿 什么 你们没办法吗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办法 你们俩要是怎么进来的 我用了师门里的一张符 新宫陈仪社就两张这种符 听说是用王蔽写的写画的 师父把其中一张给了我 你们知道这玩意儿 有多稀罕吗 既然这样 你干嘛随便用掉 我 我刚不说了吗 我补了一挂 发掘这里有很大的机缘 想着绝不能畏首畏尾的 不然根本到不了这儿啊 师兄 我早跟你说过 形势不可如此草率 不 我不会弄错的 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困住了 哎 好不容易下山一趟 好吃的东西没吃够 好看的姑娘也没看够 亏了 这下亏大了 你可也没用 我们都要一辈子待在这个无聊的地方了 还不许我好两声吗 吵死了 走吧 北洛 你太厉害了 得救了 我就知道瓜相没错 真回来了 这一周你是从哪儿学的呀 要怎样才能学会 大哥透露一下嘛 别这么冷漠 师兄 那个美人姐姐呢 她没有跟过来 师兄 对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得告诉你们 什么 其实除了你们几个 杨平也有一些人古里古怪地睡着了 怎么喊都喊不醒 我让师弟师妹们 遇见去附近的城镇看过 其他地方都是没什么异常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我担心师兄他们 师妹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不声不响 一走三四天 三四天 有那么久吗 难怪醒过来以后 觉得好饿 对不起啊 师兄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本以为只是闲逛一会儿 结果发生了好多事 人平安就好 晚点你和我细说 如今有个难办的事 城里的一些人莫名昏睡 葛先生也成了那样 葛先生 跟我来 也带我们去瞧瞧吧 这两位是 他们是新宫陈仪寿的门人 这一回帮了大忙 据说是因为预感到将有大灾才下山的 那就一起去好了 袁天氏呢 谁 就是那只鼠 哦 他好好的 有时候趁着四下无人会出来说上两句 总问你回来了没 先前就睡得比平日里多了 只怪我太大意 他的精神被封闭在了梦中 封闭 我刚才看过医馆里其他两个人 也是一样 那要怎么样才能帮他们 这些人恐怕无法感应灵力 很难从外界直接唤醒 即使有办法 精神也难免受损 最好是能在梦境中找到他们 再先应变 倘若一直不醒会如何 寻常人的话 精神会逐渐枯竭 肉体也将随之死去 难道不是身体先撑不住吗 以常理看的确如此 但是能够困住人的梦境 本就不同寻常 杨平最近还有什么奇怪的事吗 没有啊 莫非和那墓里跑出来的怪物有关 可怪物伤人又不是这样 还有 近几日湖面上的黑莲忽然增多了不少 是否湖中有我们不知道的变化 心坠于也 不祥之招 难道就印在这儿了 黑莲 北洛 你们瞧 我身上带了好些朵这种莲花 当初在湖边想着多拿点回去研究 我们几个在古顶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这些莲花有点不同了 相比在墓里见到时 透出的力量变得强大 而且树木多起来之后越发明显 我能感觉到是某种会影响精神和意识的力量 眼前之事多半与它有关 真的 那马上去把附近的黑莲都毁掉 没那么简单 这些花朵必须用法术才能回去 寻常方法无用 而且对于已经陷入梦境的人来说 即便回去 他们也未必醒来 是不是就像一个迷阵 即使入口已经不在了 也只是让外面的人进不去 但里面的人还是出不来 对 先前在墓里 不是捡到过一个莲子样的玩意儿 也和这黑莲有关 主人 这是胖田鼠 还会说话 主人 我以为你把我丢下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每天都盼着你回来 行了 医馆之内不要喧哗 你之前捡到的莲子呢 还留着吗 这个 这颗种子已经坏死了 里面有个空间 或许可以进去瞧瞧 空间 这么小的一颗莲子里 也会有空间 怎么不能有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这件事 就交给我和云雾月吧 你需要休息 恢复体力 哦 那就兵分两路 我和师弟先去湖边探查一下 不行的话 再下水看看 你那什么眼神啊大哥 我好歹也是 新宫陈寅社的下人掌门 三百年难得一切的天才 正经事上 绝不含糊 走了走了 等我消息 竟然这样和主人说话 哼 你差得远呢 有东西靠近 此地灵力充沛 方才那种应当不少 来就来 反正到哪儿都没个太平 物泉都散了 你不觉得 和梦里的杨瓶有点像吗 但那个杨瓶的雾 不足以凝聚成零 梦境里 一定还有其他变化 可惜这儿没什么线索了 只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种子坏死 力量也不会再往外扩散 这颗种子的灵力 介于虚实之间 或许正因为如此 黑莲才能影响梦境 你对梦很熟悉的样子 我族为眼 精神力远生大多妖族 入乾陵境 却非难事 那纪灵族 真的跟你们有仇 虽然不知是何者所为 但仇恨做不得假 许多眼都会 以人的精神为使 纪灵族 自然也是果腹之物 因此 辟邪王当年收留我 输为不易 那你的童族 你们 眼幼时为眼兽 可长成者万中无一 成年后大多独居 少有往来 同有梦境力量 与济灵族 却属天渊之别 眼入梦 多数只为捕食 更有甚者 是为折磨他人取乐 妖的能力 在妖族中都有共识吗 像辟邪这样的妖兽 即便是在族中 也几乎只存在于传说里 因为在尝试极其罕见 一直都有传言说 这一族已经灭绝了 那辟邪的力量 又是怎么回事 你说 我会让那些灵产生变化 辟邪之力 你不妨把它看作 世上最刚丽的力量之一 王辟邪的血脉 甚至会吞噬和转化一切 与它不同的灵力 血脉中的杀性和贪欲吗 听起来就跟饕餐似的 和野兽也没什么两样了 我说的不对 换了你会怎么做 力量本身没有对错 无论强大还是弱小 操控它 都必须出自于我的本性 不可为欲望所凌驾 我猜你就会这么说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你指什么 眼足之事 眼足是眼足 你是你 辟邪也可以吞吃很多妖魔吧 这种事难道自己能选 能选的只有吃谁和吃不吃罢了 就像你说的 必须出于本心 你可以试着用自己的意念 去控制力量的去向 我曾经听过 对于完全觉醒的辟邪而言 哪怕是一滴血中所蕴含的灵力 都无法违背它们自身的意志 还真是霸道 也没什么好看的了 回去吧 这下人到齐了 正说着呢 我跟师弟师妹们 把湖面上能找到的黑莲 都回去了 但是湖底的淤泥里 还有一些莲子 在想办法挖出来 听说莲子过上几千年 都还能发芽 也许是有什么原因 让它们忽然生长了起来 莲子里的空间除了灵气 没别的什么 大概是因为那些灵力 介于虚实之间 才能影响到人的梦境 假如我们想要入梦 去寻找做梦者的意识 那个空间或许还有用 什么用 若是没有特殊的方法 在梦中无法恢复体力与精神力 这颗种子的力量十分特别 以这种灵力 去尽让我们平日里 使用的物件或是吃食 先前的困扰就少了许多 有这么神奇 这样一来 我们带的东西 吃的点心 在梦里也一样能用了 只是一种灵力的附着和转化 不可能完全改变那些物品 不过聊胜于无 那要怎么做呢 把想用的 通通带到种子里吗 虽然可以 但只怕效力微弱 最好是从空间里生出的东西 听下来 难不成还得在那种地 做食物缝衣服 有趣 有趣 别的先不说 单是种地 怕就等不及吧 不必太过担心 灵力充沛的特殊之地 白骨草木 也会比其他地方 长得快上许多 那么 那问题来了 我们中间 谁会做那些 本门弟子虽说也有劳作之客 可实在撑不上擅长 学会里的确有些人研究颇多 但我和师妹 我 我会 我会种地 做吃的 也会缝衣服 让我试试吧 主人 天哪 现在的田鼠精都这么厉害 我才不是田鼠精 对对 他这种叫做黄金飞天鼠 先进那个空间看看再说 嗯嗯 那能带我和师兄一块吗 我倒是也想去 不过我和师弟还得盯着挖莲子的事 这回就不凑热闹了 改天一定要见识见识 走了 去湖边 还得查查水域连通的地方 哎 以前总觉得到哪儿都有师弟师妹跟着 挺烦的 这回难得派上用场了 无章 让我去杀了他们 这些蓝衣服的把半魂脸毁掉了 还要把水下的种子统统挖出来 没有必要迎来无味的注目 杨平梦境已成 这些人不过是劳尔无功 倒是辟邪和眼媚 得多看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